10月30号早上的8点09分 你看外面呢还是阴雨朦朦的 那个天空非常非常的暗淡 也是因为记者现在在台北港 台北港采访 这个这条轮船到 到那个 到那个福建省的平潭 这是台北港的大楼 这边台北山港 现在建设 但是附近的建设 显然赶不上 附近的建设 显然赶不上当初所的预期 因为当初预期这边的 建筑物啊 这边的那个 都被带动 一平那时候才3万 涨到十几万 现在你看看 买的人大部分都赔钱 你看看 这边的 这个地没人在炒地皮了 空泛一片 你看这边是个高架桥 高架桥 高架桥 通往那个大概六四快速道路的 注意者呢 是坐这台复康巴士来这边 这边是出境方向 以后你们 轮椅足 然后来这个台北的人来到 台北港 这边采访 这边台北港 这边到福建的平台很方便 很方便 以上是环球油泡记者 燕国龙 在台北港的报道